各位欢迎来到这里都是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 任期快到点了 说实话 他这几年总统干的也挺憋屈 比如说 四年前刚一上台的时候 美国各界就指责啊 说有通俄门 虽然说特朗普未必真的是俄罗斯的间谍 可是有很多民主党人说 俄罗斯因为讨厌希腊语 所以给特朗普当选帮了很多忙 而且特朗普的亲密助手啊 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当时就被人揭发 在大选的时候 私下会见过俄罗斯高官 就因为这个事 这个人不单官丢了 还进监狱了 所以啊 美国国会当时要发起通俄门的调查 还任命了一个特别检察官 来调查这个事 可以说通俄门贯穿了特朗普执政这四年 好了 通俄门后来啊 没调查出来什么实质 可是对手也有很多猛料啊 比如说这次大选期间 拜登的儿子乔拜登被揭发出有非常多荒诞无耻的事情 非常多的贪腐之事 所以特朗普要求啊 既然你们当时调查我通俄门 没证据你们都调查 现在我要求啊 要求司法部长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 来调查拜登儿子的贪腐 虽然拜登未来是总统 可是我当年是总统 你们也没少调查我 然而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 拒绝了他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的要求 哎 人家就是不听你的 反正我这个司法部长也快到点了 您看看特朗普多悲催 自己被人调查 他要求调查对手 人家就是不给你调查 讲到这儿 我们得跟大家聊聊美国这个特别检察官制度 按道理讲 咱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行政权很大的国家 美国总统上任之后呢 有超过四千个职位 由总统亲自选定 包括司法部长 然而就不包括这个特别检察官 这个特别检察官是由司法部长来任命的 可是总统如果要求司法部长来任命呢 司法部长是可以拒绝的 为什么 这个事可是有来由的 当年尼克松第二次就职之后 马上爆发了水门事件 当时的司法部长也任命了一个特别检察官 来调查这个事 这位特别检察官挖倒了很多猛料 要求尼克松出来作证 要求尼克松把一些关键资料提供出来 尼克松一想 你是我下属的下属 结果你来调查我 干脆我把你解职得了 但是总统没有权利直接解职掉他 只有司法部长有权 于是尼克松跟他的司法部长讲 这个特别检察官太不像话了 你帮我把他给开除 司法部长说不行 我不能开除他 他现在正在调查你 我把他开除了 我这个名声怎么办 尼克松说你不把他开除 我就把你开除 好啊 那你就把我开除掉算了 于是尼克松的司法部长辞职了 尼克松想你不干什么 有的是人干 我把副部长提成部长 让他给我辞掉行不行 副部长当了部长之后 人家说不行 总统我不能把这个特别检察官给开除掉 尼克松一听火大了 好 我把你也开除 把部长助理提成部长 这总可以了吧 这位部长助理本来是第三块人物 没有命去当部长 哎呀 那得感谢人家尼克松总统 但是人家也知道姿势体大呀 一方面是总统 一方面是声誉 怎么办 他选择了这样一个路 先把特别检察官解职掉 然后自己宣布辞职 我既报答总统之欲之恩 又对得起良心 尼克松这一连串行为 让美国社会很警觉 总统权力原来这么大呀 不做限制是不行的 所以国会后来通过了相关法律 定立了特别检察官制度 而且咱们知道 后来有一位总统 被这个特别检察官折磨得 是特别狼狈呀 那就是克林顿总统 林顿总统任期之内 说实话没有什么大错 唯一的问题是 作风有点不检点 男人嘛 他犯了天下男人 都会犯的错误 结果这一点 被人家共和党死死咬住 最后斯塔尔那个报告 一出好几百页 一时之间洛阳只贵呀 而特朗普今天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 虽然他贵为总统 但是他没有权利让一位司法部长 去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 来调查拜登的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